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说张良是自有脱身之计 便拿出了一对带来还没来得及献出的白币 让他转交给项羽 另外拿出一对玉斗献给亚父范增 夏侯英等人已经在外边接应了 于是刘邦就这样 在相军眼皮底下逃之夭夭了 随后的事情有点像走过场了 张良走到帐内告诉项羽 说刘邦不胜酒力已经先行离开了 叫他代为赔礼道歉 然后送上价值连城的白币和玉斗 算是给这场盛宴买单了 历史上一段极有传奇色彩的鸿门宴 就这样华丽地宣告结束了 在这次盛宴当中 项羽犯了一个一生中最大的 也是致命的错误 那就是放刘邦活着走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场盛宴唯一的牺牲品就是曹无商 宴习之后 项羽直接把曹无商送上了断头台 而项伯也因为这场盛宴一夜成名 他的确不配当项羽的亲叔叔 为了有意把刘邦帮到底了 可是他不知道 正是他的胳膊肘往外拐 使得他们像是家族 失去了一统天下的绝好机会 冥冥之中 似乎双雄争霸的时代就要到了 这是偶然还是必然呢 鸿门盛宴结束了三天之后 项羽带领了四十万革命大军 浩浩荡荡地闯进了咸阳 也许是对暴秦的痛恨 也许是为了项梁报仇 也许是习惯性屠杀的使然 总之呢 他一进城就放纵手下杀人放火 强取豪夺 他还冲进宫里 杀了公子英和秦朱公子宗族 收取货宝美女 然后一把火点燃了皇宫 这座无数百姓用血泪铸成的阿庞公 就这么的毁于一旦了 阿庞公的大火烧了三个月才停下来 这把大火极大的满足了项羽的复仇心和虚荣心 可正是这一把火烧出了不和谐的音符来 坑杀二十万秦军和火烧阿庞公 这简直就和暴秦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因此呢 他在关中人们心里边的声望 已经降到最低点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为他日后的楚汉争霸 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项羽烧了阿庞公 这表明他根本就不想在关中建都称王 这时候一名姓韩的书生 猜想项羽肯定想到鹏城建都 就来劝阻他 关中才是建都的绝好地点 他还充分地说出了理由 关中地势险要 一手难攻 战国的秦国之所以强大 就是因为秦有关中作副帝 不管其他诸侯如何联合抗秦 也进不了关中这块要害之地 秦始皇之所以得天下 正是因为有关中作副帝 大王如果能够建都关中 定可雄霸天下四海降服 应当说这样的分析 的确是很透彻 如果项羽真的选择了在关中建都 那么刘邦日后想要反项羽那是难上加难 难于上青天 可是呢 固执的项羽偏偏没听他的话 他当时只是想容归故里光宗要祖 项羽是这么回答的 我得到了天下 不易锦欢乡 这跟穿着锦衣的夜行人没被人看见 不是一个道理吗 项羽的观点现在看来 那是幼稚的可怜 好像他只有三岁孩童的智商一样 坐拥了天下 天下人谁不为他是尊呢 他又怎么能像穿锦衣的夜行人那样 不被人注意呢 从这一点来看呢 项羽和刘邦来比 确实有很大的差距 古人说得好 半君如半虎 那姓韩的书生 一看项羽不听劝告 一激动就说了一句话 一句让他后悔都来不及的话 世人都说 楚国人就像猕猴一样 喜欢化帽子 今日一见 果然如此 项羽一听这个话 那肯定是怒发冲冠哪 命人架起一口大锅来 把那姓韩的书生 扔进锅里边炼油了 项羽也许只有在日后 跟刘邦的楚汉相争当中 才能体会到 建都关中 确实比建都蓬城 要好上几百倍 只是那时候 他还会想起那个 被扔进油锅里炼油的 文弱书生吗 这些细节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有时候 却真真切切地左右了一个人的命运 改变了历史发展的格局 项羽把都城选在了蓬城 还有一个让他头疼的问题 他来了 楚怀王如何安置呢 在革命最初阶段 为了推翻秦朝 聚集旧楚的臣民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项羽听从众人的意见 拥立一个从偏远山区 找来的小木桐 也就是放牛娃 来当这个楚怀王 通过他号令天下诸侯进行革命 这是当时革命形势需要的产物 现如今革命已经取得成功了 暴秦已经被推翻了 他项羽拥有四十多万无敌之师 天下以为他是尊 楚怀王这个原本用来做招牌用的 一夜之间似乎就失去了 他存在的价值 不仅失去价值了 现在还变成了个累赘 没有价值的东西 累赘的东西 终究会被淘汰 被抛弃的 但是如何处置楚怀王 成了一个大问题 直接杀了他 肯定不妥 这明显是过河拆桥落井下石 傻子也不会这么干 可留着他又是一块心病啊 有他在这儿蓬城 我还能名正言顺地称帝称王吗 怎么办呢 项羽就陷入了沉思 既然不能杀 那就把他架空 尽管他本来就没多少实权 既然我决定建都蓬城 那你就不用再待在蓬城了 到别的地方去吧 越远越偏僻的地方越好 长沙郡的称县 是个不错的地方 那个地方人烟稀少 荒凉至极 把楚怀王送到那儿 是架空他的绝好地方 楚怀王可以整天 在那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边 用绳子架在空中 跳来跳去 于是项羽派使者 修书一封给楚怀王 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在怀王英明果断的领导之下 历经一年多的 艰苦卓绝的战争 革命军最终推翻了 暴秦王朝 如今各革命军 各诸侯王 非常尊崇楚王 认为您才是天下之尊 以后就尊称您为异帝 然而呢 古代贤明帝王 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居住的地方得特别讲究 一定要居住在江河的上游 鉴于这点考虑 众人一致认为 把异帝您 恭送到长江一带 最为合适 在那里占据 风水宝地 以长沙郡的陈县为都 造福天下百姓 就这样 项羽把异帝 也就是楚怀王 赶出了澎城 革命成功了 项羽决定召开一次英雄大会 首先他广发英雄帖 号召天下英豪前来咸阳一句 以当时项羽的威望和实力 谁敢不来啊 更何况这次项羽 召天下英雄不是来比武 而是直接对他们进行分封 这是好事啊 那好事谁不想要啊 英雄大会就正式开始了 会议地点 咸阳 会议时间 公元前206年2月16日 参会人员是各路革命军项领 会议发言者项羽 会议主持兼策划是范增 项羽发言 充分回顾了革命史 从第一个拉开革命序幕者陈胜说起 直说到他和刘邦联手打进关中 推翻了人人痛恨的大秦王朝 这绵绵不绝的开幕词啊 只听得两边速立的英雄们 腿脚发马耳中起茧 这才宣告结束 范增满意地点了点头 项羽虽然在讲话当中 临时加进了不少自己的东西 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至少忠心思想很明确 突出了革命取得胜利的艰辛 进入下一个议程 由项羽同志宣布众英雄分封明细表 异地楚怀王都称县 管辖范围不限 之所以说不限呢 说大就是整个天下 说小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 西楚霸王 项羽都彭城 管辖原魏国和楚国的几个郡 汉王刘邦 都南正 管辖巴蜀两地 雍王张汉 都沸丘 管辖咸阳以西的地区 塞王 司马新 都丽阳 管辖咸阳以东至黄河岸边 宅王 董毅 都高奴 管辖上军地区 西魏王 魏豹 都平阳 管辖河东郡 河南王 深阳 都洛阳 韩王 都阳宅 殷王 司马昂 都朝歌 常山王 张尔 都湘国 九江王 英部 都路线 恒山王 吴瑞 临江王 贡澳 辽东王 韩广 燕王 赃图 焦东王 田市 齐王 田都 济北王 田安 湘羽一口气 读下来 竟然是无比的流利通畅 这让一向不善言辞的 他是惊讶不已 心里边不由的感慨 世上本来就没有利嘴和快嘴之分 会开的多了 话说的多了 自然也就能说会到了 分封完毕 在场的众英雄是皆大欢喜 高声呼喊 向王万岁 向王万岁 随后 范增宣布散会 英雄大会 圆满结束 大会结束了 众人也都得到了封赏 对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欣喜和鼓舞的 但是 也有人不满 第一个不满的就是刘邦 早在分封之前 就刘邦的问题 项羽和范增 进行了多次的研究讨论 范增认为 巴蜀二郡道路艰峻 原本是流浪者居住的地方 让刘邦去那儿 既不会背上违背约定的罪名 又困住了刘邦这条蛟龙 项羽这回听取了范增的意见 把刘邦封为汉王 往那鬼去了都会发愁的地方赶 为了双保险 项羽听从范增的意见 把汉中土地分割为 雍赛宅三国 他们处在刘邦和项王之间 有意让他们在意外之时 抵挡刘邦 上次的鸿门宴虽然项羽 因为一时仁义放了刘邦 但看他的分封 还是说明他对刘邦 还有了足够的警惕心和提芳心 英雄大会 刘邦虽然因故没能亲自去参加 但还是在第一时间就听到了音血 刘邦可不是傻子 一看自然就知道项羽的阴谋把戏了 一怒之下就要去找项羽拼命 那打仗本来就是武将的特长 刘邦的举动立刻得到了 梵快 周伯 冠英等人的响应 就在这关键时候 萧和出面了 他拦住了刘邦 分析了当前局势和自身的实力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大王啊 现在根本就没有跟项羽抗衡的实力 现在跟人家打 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最后张良也出手了 他把手一挥 无数的金银珠宝就抬到了项博面前 项博是怎样一个人呢 前面我们已经见识过了 他收到好处了 心想 反正这天下是我项氏的天下 哪个多分点 哪个少分点 还不是举手之劳吗 那项羽虽然很凶暴 但是对家族里的长老却是很尊重 面对项博的求情 他几乎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于是项羽随后就把巴蜀之外加 汉中郡封给了刘邦 这样呢 刘邦的心里边虽然还是不太情愿 却也稍稍得到了一点平衡 第二个不满的是楚怀王 确切地说 现在应该叫他异地了 项羽把称县那个荒野凄凉之地给了他 本意上是想让异地从此归隐山林 不再过问天下之事 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引地 但是异地当时正值风华正茂的年纪 怎么能甘心一辈子就这样顿饮空林呢 但此时项羽的命令又不能违背 只能在哀声叹气当中上路了 由于不想早点到那荒野之地去 他是走一阵歇一阵 好几个月才走到了长江边 正当他借井生情有感而发的时候 船上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出现了一群水贼 水贼们没多说废话 先砍了异地的人头 然后再抢了他们的金银珠宝 扬长而去 扎一看呢 这是打家劫舍的突发事件 但细心的人一定会发现一些端倪了 打劫就打劫吧 在人家没反抗的情况下 哪里会先杀了人再抢东西的 再说当时异地落魄至极 穿着粗糙 打扮老土 只有几个誓死相随的便衣丛人跟着 那些水贼怎么就一眼看出来 他们是有钱的主呢 原因很简单 这是一起有阴谋 有计划的抢劫案 这一切都是九江王英部所为 幕后主使是项羽 后来英部投靠刘邦的时候 根据他的招供 是项羽命他假扮成水贼 在异地过河的时候把他干掉 他当时刚被项羽新封为王 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 只好做出了不仁不义的大逆之举 项羽杀异地有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 当初确定西入关中人选的时候 他和汉王都要去 楚怀王却最终选定了刘邦 这让项羽耿耿于怀 第二 进入关中之后 汉王自愿让出咸阳给项羽 异地却固执地坚持 应该如鱼而行 谁先入关中 谁就是关中王 摆明了跟他作对 第三 给他一条生路 他却磨磨蹭蹭 一副很不甘心的样子 既然给你生路你不要 那就只有一条死路了 后来 项羽指使鹰部暗杀异地的事 被世人知道以后 项羽的罪名就又多了一条